Yo 各位親愛的你們好 歡迎回到來諾的 YouTube 頻道 在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介紹這幾位非常紅的一台相機 它叫做 X100V 那這台相機是富士在 2020 年發表的一台 是類單眼的隨身相機 當初它的全新售價是台幣 41900 塊 但是呢沒有想到在過了兩年多之後呢 它的售價 而且是二手價喔 居然直接來到了是 4500 以上 而且還供不應久 所以就代表說你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 那這一台呢我們也是找了一陣子 然後算是運氣還不錯 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入手 然後整理它的狀況都還不錯 那在這一月的使用下來呢 我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使用這一台 X100V 的心得 X100V 呢 它是市面上少數使用 APSE感光元件的隨身相機 它用的跟 X-Pro3 跟 X-T3 同機 然後它可以錄製是 4K 30 格的無彩線畫質 然後它有就是簡易版的 X-Pro3 的稱號 那目前同級的相機算是 像是 GR3、Canon的 G1X 那在一開始呢我們先來講一下它的外觀好了 X100V 它配是 23mm 然後是 F2.0 的鏡頭 等效是 35mm 相機的焦段 然後呢它可以切換是三個焦段 也就是 35、 50 跟 70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機內直接就是 裁切出三種不一樣的焦段 那關於這台相機它的外觀是四四方方 然後有人有角 所以會導致它的邊角這邊很容易掉漆 所以我們一拿到啊 我們就拿 Gaffer Tape 這邊把它貼起來來保護它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不要這麼醜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說 那它在機身上方呢是有個快門鍵 然後呢有個是 EV 轉盤 跟調整快門還有 ISO 鋁製的雙層波盤 如果直接轉呢是調整快門速度 那如果要調整 ISO 呢就是把這個轉盤拉起來之後 然後呢像這樣子去轉 光圈的話呢是直接去調整鏡頭前面的波盤 那光圈呢是 F2 到 F16 然後有個我還蠻不喜歡的 就是它的快門鍵下方 就是它的開關鍵的設計 因為我們常常在放下相機 或是拿起相機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不小心開關然後就沒有發現 那在 X100V 它的相機背面 跟前一代比較大的 XA 是 以前是五顆的方向按鈕 現在直接是變成是搖桿 然後我們可以來調整方向 螢幕的話呢它是觸控式螢幕 然後呢可以上翻 90 度 然後下翻 40 度 這樣你在低角度取景的時候其實還蠻方便的 在相機的正面呢總共是有兩個波桿 一個是調整參數 另外一個是去切換電子 或者是光學的觀景霜的按鈕 那一般市面上的微單呢是使用電子觀景霜 但是 X100V 它可以讓你選擇 看你是要使用電子的還是光學的 再來還有一點呢是蠻有感的升級 就是 X100V 它的最近對焦距離是 10 公分 它可以拍攝很近的物體 也就是我們可以貼著我們的背色物很近的去做拍攝 那就算是使用大光圈拍攝 它的畫質還是非常的銳利 這個是在前一代 X 系列 也像是 X100F 它是無法辦到的 那也因為它是採用 F2 的大光圈 跟使用 APS-C 的感光輸線關係 所以呢它就很容易拍出主體清楚 然後是背景模糊的千景深照片 關於續航力的話呢 一顆電池大約可以拍300張照片 也就是說陸陸續續使用一天下來 可能像是去爬山啊或去逛街 這樣子一整天拍下來是沒有問題的 好最後呢我們來講這台相機最大的特色 也就是大家會買單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 X100V 裡面 它提供的是 17 種的底片模擬 那我們可以去選擇 我們總共要使用哪種底片模式 那這些效果很多都是很經典的富士底片的風格 所以它拍攝出來的效果 跟真正的底片幾乎是一樣 它會跟你就是拍一般的照片 然後在後期調色的這種底片風格感覺不太一樣 那這裡面的濾鏡呢 我們最喜歡的是底片風格跟線液模式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們用這個模式拍出來的照片 那因為 X100V 它算是接拍相機 所以它常常會拿來跟 GR3 來做比較 那我覺得這兩台它差別很大的一點 就是 X100V 它是保留式機內的閃光燈 這一點是我們很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既然都選擇了是輕便的機身 那基本上呢你就是可以秉出 就是另外再帶一個閃光燈去做搭配的可能性 但是有時候在光線環境差的地方啊 就是閃燈它其實多給了一種選項 那它也可以拉高你畫面的質感 然後呢再搭配 X100V 它內建的底片模擬 可以拍出很有感覺的照片 那講到底片模擬模式啊 我們這邊也推薦富士的玩家這個 App 叫做 Fuji X Recipe 它沒有很多其他用戶自定義的一些濾鏡 然後也會提供調控的參數在內文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你喜歡的照片濾鏡 然後呢把它自己設定到你的富士相機裡面 也是一個還蠻好玩蠻有趣的一個 App 那在使用一個月下來呢 我們有幾個缺點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畢竟不是一台完美的相機 我們細數一下呢其實還蠻不少的 第一個缺點呢是它沒有防手震 所以如果你要錄影的話呢 基本上你還是要上腳架 它的畫面會比較穩比較可以看一些 那像這個畫面呢 我們已經是靜止的狀態 用雙手是非常穩定的拿著相機 甚至是還憋了氣 你還是可以看出就是很有那種很明顯的晃動感 然後呢它內建的ND濾鏡 也只能夠套用在是照片的模式當中 影片是沒有辦法用這個ND濾鏡的 所以這點讓我們有點就是匪夷所思 ISO的話呢 X100V在ISO1600內呢 都有非常出色的畫質表現 但是從ISO大約6400開始 它的噪點就會開始很大的影響整個畫面的質感 然後再來呢它的對焦也就是還蠻慢的 像是我們習慣了Sony的對焦 然後呢在使用X100V之後呢 就有種是我們永遠遠在等它對焦的感覺 還有如果你是使用多點對焦 它常常會對不到你要的主體 就算你的人在前面 它的相機也常常會對錯物體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比較常使用是單點對焦來進行拍攝 然後呢我們再透過搖桿去輔助 會讓我們的對焦單點會變得比較準一點點 那相比其他常白的隨身相機呢 X100V它算是偏重的 畢竟它是要保持文青的外觀 跟這個鋁字的設計 然後在使用單手拍照的時候 還算是拿得住 但是你要看照片的時候 你大拇指一直換位置 就沒有辦法固定好相機 就很容易掉下去 所以就要蓋這個 那這個部分呢 也可能是我手比較小啦 所以這個就是看每個人的使用狀況 不知道其他的X100V的使用者 有沒有碰到這種困擾 但是呢後來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 是有一種就是熱血蓋 它有延商 就是延商出來的這種手柄 那之後呢我們應該會就是買來試試看 看它會不會就是比較單手好拿一點 最後啊X100V它缺點最明顯的 就是它的價格太貴 實在被炒得太高了 那雖然有一句話說 價格貴不是產品的問題 是我們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大家也不一定要急著買 或者是你可以參考看像是X14 或者是X Pro系列 它對於一般的使用者是不會差很多的 然後呢就是像是X14跟X Pro 他們還有就是更換鏡頭的選項 那依照複製出型號的規律啊 我們猜大約是今年或者是明年X100V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呢 應該會再更新 所以如果你很堅持要再相機 但是到現在都還買不到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就是 maybe今年或者是明年 等他們新的產品上市之後呢 再趕快預購 好那雖然上面呢 我們講了它這麼多的缺點 我們覺得還是瑕不言語 因為X100V它可以說是 才可以讓我們重新就是 帶來攝影樂趣的相機 因為說真的身為攝影師的我們 平常的工作就是拍照拍RAW檔 然後呢進入Lightroom去調色 然後再選一些照片 進到Photoshop裡面再去精修 只是為了把照片呈現出 就是最完美的樣子 那過程中其實還蠻繁瑣的 如果你自己在生活中 也必須要經過這種很繁瑣的出圖模式 會讓人還蠻不喜歡拿起相機的 就是會買來然後就丟在那邊 但是X100V到手之後啊 我們反而可以回歸到 就是拍攝最原本的樣子 然後強迫用最基本的方式去取得畫面 然後用定焦去強迫我們用 像是腳架構圖 或者是就是去練習我們的構圖 然後呢我們可以再注重拍攝當下的光線 然後環境 然後去減少我們的後製需求 我們選擇只拍JPEG 然後呢去挑選我們喜歡的濾鏡 然後按下快門 它就會是一張很有親感 然後很有溫度的照片 加上呢它相比專業相機 它是有更輕便的機身設計 會就是讓我們更願意把它帶出門拍照 那雖然我蠻喜歡X100V的 但是我不會推薦新手去入手這台相機 第一點呢是它的價格太高啊 這個價錢你不如去買一些 其他能夠更換鏡頭的相機 那第二點呢是它的固定焦段 會讓新手少很多選擇 然後呢它的對焦也很慢 還有呢就是它的ISO如果超過3200 就會出現很多噪點 會導致你需要馬上花很多的心力 去完成一張照片 所以我覺得會讓新手的挫敗感很重 那當然這是我們個人的想法 就是我把大家會碰到的問題 就是整理出來讓你參考看看 至於你的生活 需不需要一台X100V 就由你自己來決定 那關於富士今年最熱門的機種X100V的評測 跟實用體驗呢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還有想要更清楚了解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